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iden的实验室 在之前的视频里 我介绍过我采集了几个蟑螂卵翘 其中有一个被寄生虫给寄生了 很担心其他几个也被寄生 今天我紧奔的心弦终于放松下来了 看小螳螂终于孵化了 太开心了 大家看这个卵翘比较紧凑 颜色发暗的是中华辅塘的卵翘 中华辅塘的特点是身体比较短小 但比较粗壮 幼虫喜欢把屁股翘得老高 大钳子长得也比较粗壮 像一把斧头 而这几个是中华大刀糖的卵翘 比较蓬松 颜色比较浅 中华大刀糖的特点是体型比斧糖大很多 但比较细长 屁股是直的 大钳子长得也比较细长 更像一把大刀 小螳螂的孵化比较有意思 首先它们会从卵翘中钻出 此时它并没有脚 长得像一个蛹 两个小黑点是它的眼睛 尾巴上连着一根丝 倒挂在卵翘下方 接下来它开始退第一次皮 我们加快速度 仔细看它的退皮过程 可以看到 它会向自己体内充气 让自己的腹部盆大 然后外皮破裂 小螳螂从里面钻出 身体在不停扭动 腿都出来了 此时它的身体还是软的 需要接触空气 让外皮硬化了才能有行动能力 看瓶子底下有好多螳螂已经死掉了 昆虫属于节制动物 长大必须要退好几次皮 每一次退皮就像是一次肚结 成功了就会变得更强大 失败了就会死掉 下面死掉的螳螂 很大一部分是肚结失败了 还有可能是螳螂属于食肉性昆虫 一出生就会出现自相残杀 吃同类的现象 所以赶紧让它们分开才是最安全的 接下来 我会留大概十只左右的螳螂养着 拍摄一些精彩的螳螂捕猎视频 剩下的螳螂准备放生了 让这群小螳螂在大自然中茁壮成长 吃更多的害虫 刚放生完中华辅塘 回到家中就看到中华大刀狼的卵也孵化了 比之前的更多 看样子不下两百只吧 看密密麻麻的多可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